一个青花的撇口 棒锤瓶 也叫做软棒锤瓶 18世纪 其实这是这个雍正的 去到钱东很少的棒锤瓶 这些都是 两广啊 就是港澳之地都叫做保制瓶 变形交叶文 有生前的青花 这里是一串洪福齐天 就是云龙文 这个青帝 留白 画着龙 这个龙脚你要画的 那个头发 这个眼睛多凶 但是他身上你看 鱼网似的铃 画的很稀说 这个铃画的随便 五爪多 五个龙爪 看不到 这也是爪 龙爪 五爪龙爪 所以有些 所谓的 应该是学子还是什么 他还要说 民间不能有五爪龙 这明白的就是一个民谣的 它这个图案 它这个图案就是两条龙 这里是一条 高度有 47公分 口径是19.5公分 这是一条龙 这是一条龙 这是龙尾 也不算凸尾龙 这是另外一条龙 这个爪 只录了 只录了 这个也是爪来的 长老 五爪龙 但是他这个铃画得太随便了 网状龙 这个龙须 你看 多么有力 有劲 它一个射底 沙底 这是康 这是雍正时候的 这个底竹有17.5公分 修主 修得很规整的 很规整 老 软章软旧 这么一个民谣的 庸正时代的龙闻 放嘴饼 也要保质瓶 也要保质瓶 已经是17公分了 再两个17公分 17公分 啊 很重 很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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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